所以请各位待会帮我开启第四个单元 范例党第四个单元 开启数学函数好了 其实数学函数里面最常被用到的 不外乎就是加总 有没有 SUM函数 不过SUM函数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说 应该大部分公余 应该没有人不会 可是除了SUM之外的话 还有一些还蛮重要的 可是一般人不太会用的 叫SUMIF OK 其实苏纽分析表里面 其实它主要是帮你 预设就是帮你SUMIFU 也就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个产品 去帮你做加总 预设如果里面的值是数字的话 它就加总 当然如果不是数字 它就帮你算几个 帮你算几个其实就是用CUMIFU OK 所以其实SUMIFU跟CUMIFU 我觉得这么两个东西 也在工作上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会用的话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先切到SUMIFU来看 比如第一个 我希望加总的不是全部的讲 全部讲金层姐的 直接加总就可以 但是不是哦 我还要针对的是 个别部门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部门 比如说我现在统计什么的 销售部的 所以我先怎么样 先把销售部这几个字先复制好 然后在这边我只要针对 所以它加总是有条件的 所以请各位找到哪一个呢 在数学 SUMIFU是放在数学 然后一样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找到SUM 底下有个SUMIFU 其他当然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SUMIFU S的话 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条件的话 那你用SUMIFU 但如果你有很多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用SUMIFU S OK 比如说你有除了说开部门 你还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客户 比如说月份等等的 你可能有不只一个条件 才需要加总的话 那你就是用 就是多个条件就SUMIFU S 但目前我们只有一个条件 所以一个条件 只要用SUMIFU就好了 然后确定之后的话 它总共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RANCH 跟我是建议你可以这样看待 这两个是一组的 这个是最后你要加总的那个范围 那我们当然顾名思义 条件是哪一个 条件是部门 所以RANCH的话指的是这个 这个范围的部门 Critera是要找什么 找销售部 所以销售部要打在这里 那SUMRANCH的话 是你要加总的范围就奖金 所以你就把奖金里面 假如是销售部的 像一千八 一千五 这也不是一千二 通通加起来 这三个数字加起来的结果 所以我要怎么做 以RANCH的话 而且甚至各位 可以稍微看一下 旁边也有一些叙述 参照的位置 其实这个参照位置 如果你看到这几个字的话 意思就是要一个范围 OK 任意的话就是一个储存格 或一个资料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参照地址 奇怪 它有些是中文 有些又是全部英文 那你为什么不全部 刚刚又全部把它翻成中文就算了 可是它又没有全部这样 而且这个很重要 但又用灰灰的 看到有的甚至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RANCH指的是这个销售部门 那条件的话呢 是我们那个开发部嘛 所以 等一下销售部 这个里面是销售部帮我找出来 找到之后呢 帮我把奖金部分加总 OK 所以相同只要找到有的就加这个 所以它是相对位置 OK 帮你加总 最后的话呢 4500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那开发部的话呢 基本上哦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干脆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算了 这样比较快 然后这边的话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开发部 OK 把这两个字改一下 这样子 找找看 意思是说 这个帮我在这边找 有没有开发 有的话加这个 OK 打购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 1000加上1500 OK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它还可以 针对文字去比对之外 它还可以针对 数字去比大小 数字怎么 刚刚是文字比对 两人内取的话 那如果这个数字的话 可不可以啊 其实也是这样 插入 那最近使用过 因为刚刚有用过SAMIFU 最近使用过的SAMIFU Range的话一样 主要针对条件 条件什么 大于5万的 所以哦 大于5万的 主要是针对销售顾 销售额啦 销售额里面呢 第一个范围给它 条件 criteria 是什么呢 大于 特别注意哦 它这边是需要给一个叙述的 然后前面会是有一个叫做算数运算值 关系运算值 你要比什么 比大 大于 或者小于 或者等于 甚至是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些的 所以我们是大于多少 大于5万 大于5万 一个叙述哦 所以你离开的话 你会发现哦 他会自己帮你在前后 加上文字符号 有没有 表示说呢 这quartel一定要是一个文字哦 然后如果SAMIFU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 帮我把这边的人全部加起来 OK 那26个就加在这边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SAMIFU 这个大概的参数是这样 如果我们延伸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 这部分之后 再试着做做看 后面有几道题 总共有三个题目 先试试看那个007这个 产线人员之和 再来就001 009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好了 007这个 我希望呢 把什么呢 产线人员 所以产线人员是 他这边产线1 产线2 产线3 如果是符合产线开头的两个字的话 那就帮我把工资加过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产线1,2,3 那如果说我们用刚刚那个什么 SAMIFU的话 Range应该是值的吗 部门吧 对不对 那Criteria的话 那如果输入产线两个字的话 那他一定少不到 那可是如果你用产线1的话 那产线2也少不到 那怎么办 对 就万用 就是要用万用字员 所以这边Criteria 它有支援 所谓的万用字员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练习看看好了 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的这个 SAMIFU的这个函数先试试看 再试着做做看那个007的这个范例 就是说特别注意 那个SAMIFU或KONIFU 只要是跟那个什么什么IFU有关的 其实它都有资源所谓的万用资源 那什么叫万用资源 第一个像这个地方 Range要找部门 是什么的 产线 也就是开头有产线的话 都帮我加装 但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有那个万用资源的这个 这个方式的话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要什么 做完产线1 再加产线2 再加产线3 你要加一堆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表示说后面这个字 我不确定是哪一个字 反正你只要是产线什么字就OK了 但是特别说问号的话 它的就是说一定是一个字 如果你一个问号 那就表示一个字 如果两个问号 表示就是两个字 也就是说 这边如果你用产线问号的话 它可以针对产线1到10是OK 如果11就不OK了 如果11的话 你可能就要产线2个问号 OK 如果说你当然 字数假设是固定的 你可以用问号 可是如果你字数不固定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符号 用信号 信号的话就没有长度的限制 就是说我不知道有几个字 反正只要后面 是 开头是产线 后面什么字都没有关系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some range的话 就是把后面东西加中起来 OK按个确定 那它就帮我加中 这些只要是产线开头的 通通帮我加起来 那其实可以顺便 学一个另外一个函数 其实蛮接近的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产线人员有几个的话 产线人员 比如说产线人员的数量 数量有几个 意思是说产线人员 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人 你总不能用眼睛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还是可以算 那如果说资料一堆的话 那你从头看到尾 那第一个可能算错 第二个的话 其实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数量的话 不是加总 之数量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那个 统计类里面有个函数 叫做康义弗 刚刚不是三米弗对不对 现在就是康义弗 那康义弗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长得其实跟三米弗蛮像的 只是差别就是说 它最后那个参数不见了 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要帮你加总 所以没有三米弗 而是它会帮你算几个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如果算几个的话 如果假装康义弗 范围给它 那criteria 什么呢 criteria 其实 就是把刚刚做的事情再做一遍 产线 然后后面加一个信号 按个确定 回来就六 有没有 其实如果说假的 假如说你们要算的 不是公司的加总 而是要算这里面有几个人 几个产线开头的人的话 那你就用康义弗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两个还蛮好搭配的 如果你要加总 记得用三米弗 如果你要算几个人的话 几个数量的话 那你就用康义弗 所以这两个函数 其实搭配起来就可以用在蛮多地方算面的 工作里面蛮多这种状况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请各位 再把这个工作表拖拉 加一个Ctrl键 复制下 复制一下 把这个改VBA好了 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我的做法我刚刚是用三米弗函数来完成 那如果假设我希望把它改成用VBA来写的话 该怎么做 OK 当然你想说第一个我们就想产线人员工资 反正就这个名称当SARC好了 第一步有没有 我们先在开发人员里面 一样Visual Basic 然后做什么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Project这个名称 记得要对应到这个名称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打一个SARC 名称的话我们叫 就刚刚那个好了 所以我刚好复制 贴过来就可以了 产线人员工资之合 Enter 好一样他帮我产生一个SARC EnterSARC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希望用VBA来写 一样的结果 并且帮我把它丢到这边来的话 该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用那个输出公式 如果你输出公式的话 那等于没意义啦 如果你输出公式的话 像这边呢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 这边取消Delete 其实如果输出公式到这边的话 直接干脆 当然你用Range也可以啦 用ArrangeRange比较简单 Range 然后刮户 哪一个储存格呢 12这个储存格 等于什么呢 直接就等于刚刚那一串 把双银号里面放什么 放那个公式就好了 里面有没有双银号 有双银号 所以把这个双银号变两个 好像也只有这个嘛 这个跟这个 好这样的话呢 直接如果你执行的话 结果一样 有没有 但是问题 这个感觉好像 不是我们要的 不过啦 以后如果说你利率要中 假设啦 你只是为了说要秀某一种 效果的话 可以这样把它丢过来 但如果你今天不是要这样做的话 我希望不是 把这个公式丢过来的话 我是希望怎么样 透过VBA来写 那我们VBA的思考方式就不太一样 VBA是什么 就是从第几列到第几列往下 所以for i等于第2列到第11列 做什么呢 帮我把他的A栏 然后Sales ID的A栏的前面两个字 前面两个字 其实我们可以用Labs函数 把他的前面两个字抓出来之后 再跟产线两个字比对 如果呢 比对完之后 发现也是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把什么 把它同一列的C栏资料 做累加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主要是学会什么 如何把你要的这个数字 累加在某一个变数里面 等到下一个又找到了 又把它再加到那个变数里面 最后再把结果怎么样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要怎么写 OK 这个叙述哦 这以后也蛮多地方会用到类似的 就是你如果不用三米符的话 VBA的写法大概这样 那我大概简单的写 其实程式并不复杂 for i等于你就照着上面 for i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Enter两项 打一个nets 然后因为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里面的话打一个if if呢 sales 哪一列i列的a栏 因为我要从a栏里面去做比对 然后这个a栏里面的前两个字 你可以在这个储存格外面打一个net 钱瓜糊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 针对这个储存格取两个字 逗点2就两个字 后瓜糊 那取过来之后 是不是等于产线这两个字 所以你就再把产线这两个字 输入到双引号里面 如果这个条件为2的话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的c栏的资料 帮我累加 习惯是if打完 然后再打完and if 然后再移到上面 打个tab 反正以后就照这种标准号流程 不要打错就好了 做什么呢 帮我把它加总 那我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一般是再加一个变数叫sum sum这个变数等于什么 等于 同一列的东西帮我累加 累加特别说的写法 把它自己 sum自己本身加上 同一列的c栏 你就打一个sales i列的c栏 就写成这样子 ok 那打错了 sales ell ok 好 sales的c栏 帮我累加过来就可以 特别稍微讲一下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 这个sum如果预设值 它等于0 没有东西 那0加上这个4903 加起来就4903 那把这个4903 放到前面去 存起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累加 ok 那这个概念这边注意喔 有些人也不要容易卡住啦 其实 不要受限于以前你那个数学喔 这个数学不一样喔 这个是程式 所以很多人看到等于就觉得 老师为什么应该是前面计算完放后面 要不你不要一直把它想成数学 这是程式 程式的概念是 这两个做完的结果把它存在前面 那因为它是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是可变的 也就是我们计算完 下一次再计算完就把它盖过去就对了 所以这个里面的数字会不断改变 也就是下一次如果找到这个不是 这个是的话呢 又再把什么 49 所以这里面是放4903 再加上3906 加起来之后的结果再存到前面去 所以一直找 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做累加的动作 那最后如果说我做完了 我要把这个sum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那就刚刚我们做的range12 这里面等于什么呢 就是要把sum直接丢到这个12里面去 那结果看到的就会是我们要的 OK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这个把它删掉 这边把它执行 如果看到的结果 当然不是丢公式 是真的输出23884 没错 OK 里面的话呢 就会只是放一个数字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大概原理原则 知道最好再把它就是再练习过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练习什么 练习了解 透过那个VBA里面的回圈逻辑判断 做资料的累加 累加 累加的话就是变数sum等于sum加上你要加的东西 那他就会帮你把后面的东西计算完之后存到前面去 OK 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我想应该就比较知道以后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甚至如果刚刚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做得出来的话 旁边不是我们刚刚有什么计算那个几个人对不对 你可以看看如果用VBA写的话 有没有办法把它写出来